本土 民主 反共 保留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暴躍 身體力行 隔空發功 毓敏踩場 不再同你否釋政治 毓敏踩場和大家見面 在我身邊雖然是盧斯達 大家不用怕 黃毓民和近文芝 和鄭松泰在電話旁邊 毓敏你和大家說一聲hello 好嗎 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台北 剛剛阿泰和近文芝 雙雙參加完 時代力量 做事辦會 閃靈 這位39歲的閃靈主音歌手 在今次選舉裡 選戰越打越正 他的對手就是台北萬華區 國民黨的林玉芳 這個選區 選一個 上一屆都是林玉芳 高票當選 這次民意調查 看到現在已經封了館 但已經很接近 所以這個年輕 39歲我們都叫他年輕 在他仰殺著邊 以為他很年輕 其實都39 他也是時代力量的創辦人之一 這次時代力量被視為第三勢力 我們知道在台灣 這個立法委員的選舉 他是總共選113席 單議席單票制 單一選區兩票制 即是區域立委 等於我們香港地區直選 總共按照台灣各個院市人口比例 來分配議席 有30萬人就有一個議席 有一個區,譬如有些區不夠30萬人 就要跟其他區加在一起 有30萬人就可以有一個議席 只有一個議席 總共有73個區域立委 73個區域立委 另外再加6個原住民的席位 這個原住民的席位分為平地的原住民 山地的原住民 即台灣土著 一定要由原住民投票 基本上等於一個保障名額 每個區都有3席 山地和平地原住民加上有6席 除了這樣之外 除了這樣之外 全國不分區比例代表 就是政黨投給政黨 可以現在參選的政黨 總共參加全國不分區 有16個黨 你只可以投一票 如果哪個政黨 特票跨過5%門檻 就可以有機會分配這個議席 現在時代力量 它的支持度 按照民意調查 和綜合各方面 看到它超過10% 那就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 台灣自從有這個 單一選區兩票制 有政黨全國不分區 比例代表制的選舉以來 從來沒有一個在民進黨和國民黨以外 有一個政黨可以得到10%以上的選票 所以臨近選舉這兩天 民進黨就開始鬧底 因為民進黨在那個區域立委選舉裡面 它是禮讓了幾區 就給這個時代力量去選 因為當大家只是盟友 就不可以說好像香港這樣協調泛民 要領到盡 有些大黨就留幾個位給你時代力量 時代力量主要是太陽花世代 又太陽花學運 衍生出來的一個政治團體 他們是深綠的 還有基本上是 所謂台獨的政治理念 支持者是以年輕人為主 王國昌是時代力量的領導人 林廠左姐Fanny也是 另外還有兩年前因為操練過度 操死了的小兵 還有姐姐紅色蓉也是時代力量 因為任何一個政黨 如果你要參加全國不分區的比例代表制 即是投票給政黨的立委選舉 你必須要在區域立委提名最少十個人去參選 即是如果你提名不夠十個人 你就不可以去參加全國不分區的比例代表制的選舉 意思就是說 你起碼要有那麼上下 可以這樣做的那些黨其實都很多 他有你無理都去參選 所以有些區 你見到一些麻藍神 不知道何方神聖 大家出名一點的小黨就是台聯 李登輝創辦那個台聯 新黨親民黨 現在時代力量支持率是高 支持度是高過親民黨 高過新黨高過台灣團結聯盟 其他還有綠黨和社會民主黨結盟的組織 又有參加全國不分區的選舉 現在形勢反為特別一點 就是這個時代力量已經隱然成為第三勢力 如果他在區域立委選舉拿到三次四席 在全國不分區的比例代表制又拿到三次四席 有些人估計他最高可能可以拿到十席 在全國立法院113席裏面如果新生政治力量 可以拿到十席 佔了百分之11個百分之 他真的會成為未來在這個立法院裏面的第三勢力 他可以足夠自己立法院組織的黨團 而成為一個關鍵的小數 這個是中華民國首憲 將這個立法院220席改成113席 由多二席單票制改成單二席單票制 和單一選區兩票 一票投區域立委一票投政黨 這個制度現在這次是第二 應該是第三屆 在這個情況下而可以有一個小黨 可以拿到這麼高的支持 我想這個對台灣未來的政治發展 都是有很大的影響 對民進黨也構成一個相當大的威脅 所以有些專家認為包括今天我們去訪問台灣支富 比較偏陸的一個支富 他們都分析就是未來如果這些第三勢力 如時代力量這些崛起 就可能對民進黨的執政 都構成一個很大的制衡力量 和會對這個兩黨政治造成一個衝擊 不過目前還是言之上做好 因為國民黨雖然都是會衰敗 但是蘭桶都有三分釘 蘭船都有三分釘 所以整個形勢就是第三勢力的崛起 特別是太陽花學運 等於我們去年經常講的所謂散兵 有異曲同工之妙 但規模影響就沒有那麼大 其實都是差不多是那種態勢 但是我們香港的散兵 或者這些年青人去參加區議會選舉 究竟可不可以在未來九月份 立法會的選舉會造成一些威脅 對全共這些老大的政黨 這個就真是有待觀察 但是在區議會選舉裡面 那個選舉其實過去我都分析過 這個是引然成為泛民主派 這些老大的政黨一個相當大的威脅 台灣也出現這樣的情況 但另一方面我想講一下 總統大選舉這個部分 現在三組候選人很明顯 就是這個蔡英文小英 就已經是會讀定當選的 當然這個是NN這麼多個月前我們都講的 不過現在照看的情況 我們看一下地下賭盤 就知道它的選情是怎樣 地下的賭盤現在是讓二百三十萬秒 就是說你買下盤的 就是買這個初樂輪 輸少過二百三十萬秒 那你就贏了 那我賭球的這個我都知道為什麼 那賭率我都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前兩天才在問人 現在開了什麼盤 我說如果二百三十萬我就買下盤 應該贏不到二百多萬票,但今年選民人數上升了不少 但有個問題是投票人數會降低,是,投票率會降低 上次九合一選舉有七十四點多,但今次估計是七十到七十二 有一個說法是他現在看到投票率,投票率低了,但其實選民人數的基數就多了 但多了不是很多,現在他們估計會降低五十萬票,這個選舉比上次 因為你小英贏,有些人未必會很積極出來投,包括反韓或者泛陸 反圍我覺得在政黨票上可能多人投,不過你投到政黨票 因為投票是一次過,三張選票,但會不會有人在選票裡面 第一張選總統他不選,那就選政黨,譬如很詭異的就是 譬如在泛南新黨你看電視廣告,政黨票投十六號就是投新黨 總黨投一號就投朱立律,他這些所謂配票很得人驚 即是如果你不投給國民黨全國分區,你投給我們新黨 仍然是令到泛南勢力在議會裡面,如果你新黨可以贏到的 全國分區的議席,那就可以在議會裡面等到國民黨的力量 即是這樣分析 其實所以很尷尬,剛才我們去馬甲公園附近去看林昌座的造祭晚會 那些期其實全部都是蔡英文帶頭,還有整個晚會開頭 都是叫大家投民進黨,投2號蔡英文 接著另一邊就投6號林昌座,那個情況是因為… 那個區域立委就投林昌座,因為那個區沒有民進黨去選 所以你在林昌座的造勢大會裡面,叫人區域立委投林昌座是沒錯的 然後他時代力量是會支持蔡英文做總統的,就是這樣而已 老實說他總共提名的人數都是10個而已,在區域立委 另外加幾個全國不分區都是十幾人,而且在這個區域立委選舉裡面 他是沒有跟民進黨撞區的,譬如這個林昌座,他的對手就是國民黨的林昌座 主要的對手就是他沒有跟民進黨有任何衝撞,反而在政黨票那裡 對民進黨就構成一個威脅,即會不會那些人可能投了時代力量 可能民進黨在那個立院裡面,即是… 譬如那個選區,譬如那個選區是沒有這個時代力量的人 那你就投給民進黨,區域立委,總統你就投給蔡英文, 然後全國不分區,他就投給時代力量,等於我剛才說 泛藍那裡都出現這樣的情況,泛藍現在就是… 對這個親民黨來說,他就不當他泛藍,現在當宋座 那些就不當泛藍,但新黨是深藍,所以同樣出現這樣的問題 就會影響到這兩大黨在全國不分區的議席, 因為民進黨要充過半議席,在213席裡面他們希望拿到60席, 如果全國不分區掉了兩三席,可能達不到這個過半,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問題,所以這個選舉其實都沒有什麼提頭 基本上是,第一就是沒有什麼懸念,這個政黨輪替已經是… 第三次政黨輪替是必然出現的,而且民進黨是會大勝, 這個是同2008年,即民進黨執政8年之後, 這個馬英九大勝,跟著下來的所有大小選舉, 國民黨大勝的情況幾乎是一模一樣,所以我… 但會不會有一個不同的就是,因為其實那時候陳水扁 他是被人覺得他是一個被人抓的總統, 還沒抓,那時候就抓,那時候馬英九上去的時候 他覺得自己也是一個… 台灣的人民就是這樣,他沒得選擇, 那你陳水扁做八年做得那麼差,他希望換個人來做, 那馬英九那時候就如日中天,最後拿七百幾萬票, 都做完四年之後,政績不斷模樣,甚至受到很多特馬, 在2012年他都仍然是可以贏蔡英文80萬票, 真正成國民黨要跨的就是馬英九後面第二任的執政期, 所有的東西都開始爆發,但他自己揚揚自得的就是兩岸關係, 你明白嗎,這是一個問題,即是說有些人甚至認為, 譬如我今晚才跟一些資深的傳媒人,又有醫生, 亦都有些懲罰機關那些人,他們是觀察選舉的, 因為一日到選舉,懲罰機關的調查局,那些全都出來了, 我們有些資深的傳媒朋友, 連我們一起大家一起吃飯,也有談到那個選舉, 他們都覺得今次這個選舉,基本上是去年九合一選舉, 國民黨的挫敗現狀,即是去年,應該講前年, 前年2014年11月九合一選舉,國民黨是遭受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挫敗, 這個跟當年民進黨遭受有史以來嚴重挫敗的情況都是不相百中, 但問題就是每一次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步的時候, 他們都缺乏一個力幻狂瀾的能力,今次馬英九, 他變成了一個選舉的負資產, 我自己覺得他今次以往昔日都是嘗試打經濟派, 但現在的就是連經濟派都沒什麼好打的時候, 就只是將兩岸統一不斷對出來, 打了一個穩定派, 但明顯你會見到其實無論經濟派也好, 或者兩岸的穩定派也好, 都似乎在那個表現上面, 因為甚至到經濟派,我見到那邊的民調是在講, 其實可能坊間那個民意是每個… 現在的年青人對於兩岸關係, 他不是在第一個優勢, 所以你蔡英文仍然都有很多年青人的選票, 你說年青人要投給時代力量, 那時代力量不僅是這麼多人去選, 總共有73個選區區域立委, 所以其實蔡英文他會拿很多年青人的票, 這個是跟之前有少少不同的, 就是你之前那個就算馬英九, 他是未必拿到很多年青人的票, 你經過太陽花學運之後, 你又多了一班年青人,又多了一些首投足, 他們投票投總統他無得選, 一定是選錯英文的, 譬如今日跟我們隨團那個, 他都大陸錄一年輸, 在童際,他是負責大團的, 今次是港澳自由會的, 剛剛大學畢業新聞系, 他都是支持小英的, 所以你看到那些年輕人, 即是說投給小英的是佔多數, 你明白嗎? 所以這個問題就說, 你就算打經濟牌, 打穩定牌,打兩岸牌, 那些年青人覺得, 你這個經濟牌我現在未看到, 穩定台灣也不是很亂, 他看到去年不是整年都經濟, 兩岸牌他對年輕人, 他不覺得是一個第一優先, 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來的, 這個也是在選後, 民進黨要面對的問題, 因為他們會去推動兩岸關係, 他用他們那一套來推動兩岸關係, 或者將馬英九時代的一些, 兩岸關係的政策, 量作調整, 不是教頭巷, 那些東西, 一帶一路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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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問我有個問題想問一問, 就剛才你提到, 不斷提到, 林創佐, 就是Freddy, 帶領時代力量, 其實時代力量, 在兩岸關係的問題上, 和民進黨有沒有少少路線上的分歧呢? 他們在選舉訴求裡面, 幾乎是不談兩岸關係的, 他是那個新世代, 世代之戰來的, 所以問題就是說, 到他入了立法院之後, 他對兩岸關係的立場是怎樣呢? 我想, 選後他應該會有些宣示, 但是按照, 就是他這一幫人的, 過去譬如的言論, 你看到他, 他們是比較深陸的, 如果你說, 綠是代表本土, 他是深陸的, 是吧? 那還有, 你看到他的選舉民宣, 各樣的, 都, 可恥我們那時候, 就是, 我主持不了那兩個政黨, 那些民宣的, 是很像, 是很像, 似到一個地步, 就是連臨上座, 他在Facebook上面那個, 都是用一個六號仔, 來一個icon, 就是個profile pick, 你見到他的民宣, 顏色, 前繼, 都是很淡, 黃色的, 這個好像我們2012年的選舉, 對不對? 我甚至覺得, 我們的民宣比他們更好, 所以, 他們, 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我們看回, 林創作的政綱, 兩頑關係那裡, 其實很簡單的, 其實這個是一直以來的, 深陸的, 說法來的, 但他都沒有, 將這個台獨, 擺在他的政綱那裡, 那他只是說, 捍衛台灣主權, 強化台灣國際地位, 堅持台灣與中國, 對等往來, OK? 但都是不敢說台獨, 是吧? 這個已經是相對比較, 稍為激進一點的了, 但是, 他今次這個選舉, 林創作, 可以將選舉帶動到, 成為國際媒體關注的, 是啊, CNN去到用Skype的訪問去, 譬如瑞士, 這個英國的衛報, 這個BBC, CNN, 日本NHK, 美國的彭博, 德國通信社荷蘭的電視台等等, 變成是一個相當注目的一個選區, 但他的對手就是一個六十幾歲的國民黨的老牌的立法委員, 強手, 他是相當強的, 因為林旭科, 除了形象比較硬朗之外, 他民政的質素是很高的, 在議會裡面, 所以如果林創作, 可以贏他, 那就真是變天了, 這個很大件事, 但是現在就真是, 我們剛才在現場看的那個造勢大會, 其實難度是幾高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地區, 因為在那個孟甲公園那頭, 其實是類似廟街, 地方很小, 地方很小, 還有老人, 窮人是好很多的, 那個孟甲公園是很難選的, 很難選的, 你一看就知道是難選的, 那所以, 當然, 如果他選到, 就真是很激, 這個時代力量, 就真是很厲害, 是吧? 毓文,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問你們的, 我們這邊在香港看到, 就有所謂這個解放軍的將領, 就向台灣那邊, 就發出恐嚇, 就說這個董英文當選之後, 怎樣怎樣怎樣, 在台灣有沒有報道過類似的新聞呢? 台灣叫他吃屎喔, 是呀, 是呀, 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有報告, 是呀, 叫他吃屎, 類似的案子看到, 是呀, 就是完全沒有影響, 這個是對我們節目的聽眾的, 你知不知道, 真的是這樣, 是爆粗, 聽完之後, 吃都屎, 吃都屎, 就是這樣, 反應就是這樣, 就是浪費了, 是吧? 我講過很多次, 在節目中, 如果有聽開我節目, 知道我們講台灣的情況, 包括前年那個九合一選舉, 在九合一選舉之後, 我已經做了個判斷, 是吧? 我的文章, 包括我市民講得很清楚, 國民黨十年之內都很難翻身, 是吧? 我們不是下派輕輕去講的, 是吧? 因為整個現實政治的發展就是這樣, 你這個老大政黨仍然是不思改進,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 大家有得賴就賴, 推落馬英九身上, 這個都是不對的, 就是嚴格來說, 不過沒辦法, 要找個人來, 你推一下吧, 馬英九啦,馬英九啦, 但是不是這樣的, 譬如你說國民黨就是總統, 都看來不用人家想, 但是馬英九沒得做的時候, 拿回來, 其實他是做這個黨主席的, 現在有一種這樣的說法, 但是我覺得可能性, 暫時來說, 你還要看他選員, 如果馬英九回鍋做主席, 國民黨一定出現了, 你怎樣搞呢? 內亂的, 內亂的, 甚至乎現在, 其實在台灣, 無論在學術界, 或者那些名罪界, 總而言這個世界永遠都是這樣的, 我們要記住, 政治是很現實的, OK? 我們經常說, 香港人很現實, 打落水狗, 增人富貴厭人品, 金融頂白, Exactly就是這樣的政治, 所以大家就認為, 國民黨是會壞亂的, 再經過分裂之後, 他可能就完全, 這個黨會, 甚至有些人會慢慢碎片化, 但是, 我又不是這樣看, 我真的不是這樣看, 但是, 他想翻身, 亦都是很艱難, 所以, 可以預計, 民進黨是可以執政百年, 蔡英文是可以做兩任, 這個是可以預計的, 但是蔡英文做的第二任, 也將會成為眾志之敵, 受到很嚴厲的批判, 這個就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特色, 亦都是符合所有世界上民主國家發展的趨勢就是這樣, 你執政的人, 永遠就是被批評的對象, 受罪走的對象, 你上台之後就準備要下台, 這個台灣現在目前, 你看國民黨的處境, 之前陳水扁做八年, 到現在馬英九做八年, 所以蔡英文做八年, 第二任那四年, 你都是艾繼父的, 除非你可以經濟起死回生, 但是現在目前整個世界經濟發展, 看不到台灣有甚麼機會, 可以在未來這八年, 經濟發展, 是無可能的, 因為內部上有些結構性的問題, 當年馬英九解決不了, 或者他試圖解決的問題, 蔡英文同樣要面對, 交加電費, 這個很簡單, 核電, 這些都是面對老人年金的問題, 健保保保的問題, 你做在野黨的時候, 反對黨任你講都可以, 到你自己執政的時候, 這些所有馬英九的堂首生戶, 都是你自己要去面對, 要去接波的, 於是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譬如這些年青人現在支持你, 說你上台之後, 我一樣是找回2.2, 那糟糕了, 22K, 當然現在不止22K, 找你過而已, 零八年現在都是22K, 現在高了一點, 高了一點, 但是台灣那個年青人的薪水, 跟香港都一樣, 我們那個入市中位數10年都沒有增加過了, 是吧, 減了, 減了, 所以, 這應該是不容易的, 是吧, 那, 連一節講到這裡了, 是吧, 不是, 我還有一個最後一個問題問, 泰博士, 那你就拍了一張照片回來, 就引人, 惹人厭善, 是吧, 你就跟阿多斯拍, 你怎麼做到這件事的, 團長, 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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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走開了, 我去了社區考察, 去了看別人那些, 這就是考察了, 現在正在考察了, 不是, 我走進去, 有一條小巷, 就是萬鑑有個夜市的, 萬鑑, 看看那些, 地方上那些, 野生活那些的情況, 考察地方, 地方考察, 那些婆婆啊, 爸爸, 那些貧窮問題, 民眾問題, 那我走回頭, 怎知道, 他們跟我說, 我當日失場, 即是團長出來, 我馬上跑過去, 一跑過去, 然後他下台, 下台, 我跟他當面撞頸, 你認到他, 你認到他, 因為他跟他, 在台上的樣子, 有些少少不同的, 是嗎? 完全不同, 因為他剛剛這個星期, 他特意撿過來, 就是戴上一副眼鏡,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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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選舉裡面, 可能大家接受少少少的形象, 就是, 不是好像他平時, 是唱歌, 那些形象, 即是, 其實你在頭上, 看到他, 你認不到團長的, 是我們這麼好眼力, 才認到的, 即是, 那些沒有聽開的, 那些所謂金屬音樂的觀眾, 就不知道我們講什麼的, 所以, 阿泰博, 下一節回來, 我要解釋一下, 我要解釋一下整件事, 那多謝了, 毓文, 阿泰博, 和阿錦, OK, 多謝了, 好, 拜拜, 那在這裡, 要先跟盧斯達致協, 因為我想你沒試過, 做節目這樣做法, 在聽人家說, 我現在代代阿錦, 不是, 阿錦都起碼說兩句, 是, 那麼, 早年, 我和阿錦做節目的時候, 就是這樣做法的, 你是在外面, 還是他在外面? 他在加拿大, 他打電話回來, 就是這樣做法, 甚至當年, 沒有現在這個樣子, 用來採摸角, 這樣採聽電話, 就是我採在鏡頭後面的, 但是今天, 人叮單幕的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 所有基本上買Radio的, 港政治節目的人, 都通群而出去了台北, 會不會停播, 其實就是想停的, 我們在去之前, 錄了一個節目, 但是前提就是, 我也去過了, 如果我都去過台北的話, 這個節目, 今天就會錄定再做, 但好壞不壞, 我就不去, 結果我就要負責在現在, 和大家見面這個責任, 獨力支撐大局, 理論上我獨力的, 但是呢, 因為我想了, 慧賢呢, 近都不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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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算是賣Radio, 很少出現的節目, 很少出現, 他前一陣子都去日本, 結果呢, 盧斯達就是, 很夠義氣的去, 去撐場, 而且撐場得來, 他可以坐定定在那裡, 一邊聽, 越陽的電話, 一邊聽, 一邊做節目, 但anyway, 我們邀請回來, 我們就會和盧斯達, 一起和大家, 討論一下, 閃靈的問題, 和香港的政治, 一會兒回來再見, Miradio節目月費專享優惠, 又來了, 在1月7日至1月24日期間, 余矯二月份月費最多的八位網友, 將會免費獲邀出席, 1月29日, Miradio普羅政治學院團連番, 想和英文, 台長, 以及一眾Miradio節目主持一起團連的話, 就要把握機會了,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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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